就当萧炎刚刚将神灵圣火的本源 与自身的灵力 进行完全融合的瞬间 下一刻 原本身体要爆裂开来的痛苦 顷刻间便是完全地消失了 萧炎缓缓睁开双眼 便是见到自己 正踏足在一片火海之上 这里是 萧炎左顾右盼 看着周围十分陌生的一切 不论是秦儿 还是神灵梦龙 亦或者小灵 甚至于自身的地炎 都跟自己失去了联系 难道是幻境 萧炎记得自己之前 是在不断融合神灵圣火的本源 到自己的灵力之中 从而炼化神灵圣火的本源 可刚初步融合 便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当萧炎感到茫然至极 一声朗朗的笑声 从周围无尽的虚空之中传了进来 呵呵 这里倒是很多年没有来人了 来的还是一个人类小子 小子 你身上的气息十分地古怪 萧炎转身望去 一个身穿着蓝青色 相间的长袍的中年男人 踏着虚空 朝着自己的方向 往步走来 其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火焰气息 与神灵圣火极其地相近 前辈是 萧炎轻声寻问道 其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神圣气息 和神灵圣火十分接近 凭借这一点 萧炎十分确信 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和神灵圣火 有着一定的关系 而眼前的这个老者 和神灵圣火 也一定有着什么特殊的缘缘 老夫择宣天地 不知道大千世界 可还有人知道老夫的名号 萧炎苦笑一声 自己也是来到大千世界 没有多久的时间 别说是这不知道 殉落了多少年的老前辈 就算是大千世界的强者 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认权呢 前辈 晚辈来到大千世界 并没有多久的时间 还请前辈 勿要强人所难 泽萧天地闻言呵呵一笑 你也不认识我 那你和圣言天地是什么关系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有妥舍地言 说吧 只见到泽萧天地 收起了自己的笑容 朝着萧炎的方向猛然一抓 只见到原本还在 萧炎体内的妥舍地言 顷刻间便被其抓到了手中 这个家伙 不会是想要抢夺地言吧 若是真那样 只能跟你拼了 萧炎心中所想 尽数被泽萧天地猜到了 泽萧天地轻生一笑小子 你现在不过只是 四品至尊层次的实力 也想在天至尊层次的 强者面前犯起波浪 而且本作还是一个 圣品灵阵大宗师 即便是圣品天至尊 也不敢在老夫的面前放肆 萧炎捂着自己的胸口 紧攥着 双拳什么圣言天地 我根本就不认识 我来自于下位面的斗气大陆 这帝炎 乃是我从鸵舍古地那儿继承而来的 鸵舍古地 本作只知道一个鸵舍古族 不知道现在鸵舍古族的 鸡云天现在如何 你能来到这儿 说明域外邪族并未侵占我大千世界 萧炎直接愣在了原地 因为鸵舍古族 他也毫不知情 前辈 在下并不认识什么鸵舍古族 也不知道什么鸡云天 但是域外邪族和大千世界大战 已然是四万八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鸵舍古地前辈 在将帝炎交付给我的时候 便是告诉我 这帝炎乃是守护大千世界的鸵 并且告诉我要到火灵族 取走前天龙黄燕 闻言 泽轩天帝则是愁出了片刻的时间 嘴里喃喃着 都已经四万八千多年了吗 下一秒 泽轩天帝干枯的手掌猛然一挥 鸵舍帝炎回到了萧炎的身体之中 萧炎连忙将其护住 别到时候 神灵圣火没弄到手 反倒是把自己的帝炎给搭进去了 泽轩天帝看向萧炎 鸵舍轮回也是鸵舍古地给你的 萧炎知道 泽轩天帝说的 就是自己的坟诀 陈生回答道不是 但是却是在斗七大陆得到的 我能有今天的实力 也都是拜坟诀所赐 那就对了 鸵舍帝炎 前天龙黄燕 鸵舍轮回 圣炎天帝终究将这些东西 都留给了大千世界 现在他的继承者终于出现了 这一系列的说辞 将萧炎搞得有些云里雾里 前辈 您在说些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吗 小子 您很幸运 身为驼舍帝炎的第三任主人 我想趁着的我的记忆 还没有完全的消散 告诉你一些 属于上古年代的隐秘 泽轩天帝轻笑着说道 萧炎点点头 按道刚才前辈所说的 圣年天帝 以及纪云天 都曾经是帝炎的主人 待到萧炎说完 泽轩天帝轻轻点了点头 没错 他们不仅是驼舍帝炎的主人 而且也是圣年榜排名 第二前天龙皇燕的主人 虽然一个人 只能拥有一种火焰 对于圣年这种 秉承天帝而生的 强大能量而言 更为适用 但是对于驼舍帝炎 这个火焰帝王 以及前天龙皇燕 这一道万火之主 而炎却并不适用 萧炎也想知道 一些关于前天龙皇燕的事情 可惜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达到 拥有知道前天龙皇燕的资格 而现在去往火灵族 说不定前天龙皇燕要不来 更会被火灵族的 那些家伙扣下 强行取走自己的地炎 万火榜你知道吗 大千世界排名前一万的火焰 而前三十六 则被称作圣年榜 萧炎回答道 只见泽轩天帝抬手轻轻一挥 一道金色的火焰 出现在其手掌中心 那正是神灵圣火 不过看其气息 只是有着神灵圣火的形态 而并非小灵 我生前拥有的 便是排名第二十三的神灵圣火 而圣年天帝拥有的 则是排名第二的 前天龙皇燕 以及排名第五的 驼射地炎 其本身的实力 也是达到了 圣品天至尊后期的层次 同时拥有排名第二 以及排名第五的圣岩 这种实力 恐怕就算是 面对同等级的 圣品天至尊 也没几个会是它的对手 当时据说 圣年天帝的实力 已然约莫 触及到了大千世界的巅峰 但是却迟迟没有跨过那一步 前天龙皇燕 乃是万火之主 只要宿主陨落 那么其身形 便会回到火灵族 圣殿万火龙皇殿之中 分化成为万火榜 排名前36以外 其他的9964种火焰 什么 让硝烟没想到的是 这前天龙皇燕 乃是万火榜 除了圣年榜以外的 9000多种火焰 融合而成 那么其威力可想而知 难怪当初 驼射古地前辈说 自己并没有将前天龙皇燕带来 若是一起带到斗气大陆 恐怕会将斗气大陆 直接毁灭掉 按照正常而言 任何人即便是圣品天至尊强者 都没有办法聚集这万火 使其形成前天龙皇燕 但是有一种火焰 却是可以办到 硝烟似乎明白 泽轩天帝在说些什么了 也明白 为什么前天龙皇燕 以及驼舍地炎 会同时出现在 他的第一任 和第二任主人的身上 只有可以包揽万物的 驼舍地炎 才能作为融合万火的契机 小子 我可以感受到 你的驼舍轮回 驼舍古族的镇族神通 位列在36道绝世神通 你能得到它说明 是得到了认可 这才让我觉得 你没有恶意 硝烟闻言 则是朝着泽轩天帝 躬身一拜 既然前辈知道 晚辈所修炼的功法 那么还请前辈相助 闻言 泽轩天帝 则是呵呵一笑本作 倒是也对这驼舍轮回 十分感兴趣 只不过 当时驼舍古族过于抠门 若是这驼舍轮回 真的可以让两种圣年 融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你未来的成就 将会超越圣年天帝 以及寄云天 那前辈可知 圣年榜排名第一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硝烟接着问道 则轩天帝摇了摇头 小家伙 圣年榜第一 恐怕是这世界 没人知道的存在 即便是当年的圣年天帝 也曾言说过 只有踏足这个世界的主宰 才能领悟 那属于火焰巅峰本源的理由 硝烟的脸上露出一抹失落 只见则轩天帝 转身看向硝烟小家伙 修炼妥舍轮回 以及修炼多重圣年 这已经算是天赐的造化了 莫要不知足啊 硝烟笑了笑 前辈教育的事 则轩天帝轻轻吐了口气 神灵圣火身体之中 有我的一缕本源 原本是留给神灵大陆的人 进行传承 但我发现 神灵圣火的传承者 越来越弱小 这样长此以往 会有损神灵圣火的本源之气 故而便引动了这一丝本源 不再让神灵圣火传承下去 但今日 遇到了你这个未来 或许会成为巅峰强者的小家伙 但我觉得 神灵圣火 还有必要传承下去 被人称作小家伙 硝烟脸上 还是显现出那么一丝难为情 但是眼前的这个则轩天帝 早已经不知道几万岁了 在他面前被称作小孩子 显然也没什么 多谢前辈 硝烟公身说道 则轩天帝笑看着硝烟 轻声说道圣言天帝 当年欠下你的人情 今日我便用这种方式还了 既如此 我也可以安心地 离开这个世界了 前辈 硝烟文言 有点惊慌失措 他可不想成为 断送别人生命的恶人 则轩天帝满脸慈祥的笑容 小子 不用这么惊讶 人的生命 哪怕是整个大千世界 也只是茫茫苍生宇宙的一个时段 所诞生的产物而已 终究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我们的使命 只是要维护这一方天帝的稳定 不让他因为外界的扰乱 而提前崩溃 前辈大义 晚辈望尘莫及 硝烟低头聆听教诲 则轩天帝点点头 之前来到雷翅断体的那个小子也不错 日后你可以跟他相互交流 在我和圣言天帝陨落之际 恰逢欲外协足 入侵大千世界 可惜那时 我俩已然风烛惨年 命不久已 便将守护大千的重担 交到了当年的 驼蛇古族姬云天的手中 我从那些年的传承者的记忆之中 看到了大千世界 和域外协足战争的惨烈 以及无数种族被灭门的惨状 小子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硝烟闻言 单腿下跪道 小子传承了神灵圣火 一定会让其成为 守护大千世界的力量 不让那域外协足 接着为非作歹 这是驼蛇古地前辈临终之前 对晚辈最后的交代 听到硝烟所说 泽轩天地满意地点点头 玄机化作无数光点 消散而去 也就在这个时刻 原本硝烟身上难以融合的神灵圣火 开始朝着硝烟的周身脉络 缓缓延伸 过一会儿的功夫 便是遍布在硝烟身上的 每一缕灵力之中 神灵梦龙看着雷池上面的 池水迷雾 已然消失 便是知道 硝烟已经从迷雾之中醒来 这小子终于将神灵圣火的本源给炼化了 秦儿却是开始担忧了起来 因为接下来 才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如果说硝烟所修炼的功法 并不能让两种圣言融合到一起的话 那么 硝烟在这个世界能达到的成就 也就到了终点 硝烟 一定要成功啊 秦儿内心不断说道 只见硝烟身体灵力 在焚绝的运转之下 快速延伸到身体的每一处肌肤 每一寸经络 焚绝 宁 硝烟左手手持一缕 散发着九彩光运的银色火焰 右手手持一缕光芒耀眼的金色的火焰 旋即朝着自己胸前 猛然开始凝聚 只见两股火焰在接触的刹那 便是迸射出强劲的火星 这些火星与周边灵力不断的摩擦 席卷了整个神灵梦龙池 一时间 神灵梦龙池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神灵梦龙无奈叹息了一声 对于眼前的这股景象 并没有觉得十分意外 因为前几天 灵动在这个地方修炼的时候 搞出来的动静 跟这里其实差不了多少 这两个家伙 真的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就当神灵梦龙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硝烟双手之中的两团火焰 由原本的抗拒 竟然有了一丝融合的迹象 在硝烟的灵力不断灌输之下 晶莹两种颜色的火焰 融合得愈发彻底 形成了一种外经内影 且散发着九彩光运的新生火焰 火焰本身散发着神圣气息 而因为地炎气息的烘托 显得金色火焰本身所散发 而出的能量波动 更为璀璨耀眼 成功了 硝烟看着手中的地炎笑道 旋即将这新的火焰 融合进了身体之中 在火焰融入到硝烟身体的刹那 硝烟下一刻便是感受到 自己原本停滞的五品至尊级别 竟然就这么突破 而且自己的实力 还在不断地攀升 五品至尊中期 后期 巅峰 六品至尊 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七品至尊 硝烟深呼出一口气 试着压缩自己本身的灵力 虽然焚绝吞噬新的圣言会 给他带来不一般的增幅效果 但是 若是不压制这种上涨的势头的话 那么也只能算是灵力虚浮 不能算作真正的战斗力 只见硝烟从雷池之中 快速站起身 换上一套新的衣服 秦儿和神灵梦龙二人 闪身来到硝烟的跟前 秦儿询问道 你没事吧 硝烟摇摇头 旋即手中之中 多出一道比起之前神灵圣火 散发着更加光辉耀眼的 灿金色火焰 在这道火焰的外围 有着九彩的光运 这就是那新生的火焰 不知道小灵是不是 还未等到神灵梦龙把话问完 两道光影 便从这道灿金色火焰之中 飞了出来 一道是小一 而另一道便是小灵 你没事吧 神灵梦龙尝试询问道 小灵轻轻点点头 然后看向硝烟手里 那灿金色的火焰 没想到驼射轮回真的 可以融合两种圣言 还可以让你的实力 提升到三个境界 要知道 在至尊境 别说是提升三个境界了 就算是提升一个阶段 或许花上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都不算是一件 十分值得意外的事情 而硝烟却是凭借着 吞噬神灵圣火 直接让自己的 从四品至尊巅峰 提升到了七品至尊的初期 现在我的实力 约目是在七品至尊的初期 但是若是施展权力的话 恐怕就算是至尊境巅峰 也是奈何不了我 而且再加上火神骨甲 以及其他的一些底牌的话 我可以保证 击杀至尊境巅峰层次的强者 小灵和秦二 对于硝烟的手段 他们还是十分清楚 以你现在的实力 恐怕还不是的 至尊层次强者的对手 不过现在知道 自己原来的修炼方向 乃是一条没有上限的道路 再加上这驼射轮回 的确是可以帮助你 快速获得实力 相信要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对抗的 至尊层次的强者 硝烟点点头 心里想着 现在虽然自己 已然获得了神灵圣位 但是想要真正的 和地至尊层次的强者 抗衡的话 那得使用佛怒火莲 进行拼命 上一次 自己施展佛怒火莲 将一名下位地 至尊层次的巅峰强者 打得形神溃散 就是不知道 这神灵圣火 以及妥舍地炎 融合在一起的火莲 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威力 新生的火焰 是应该取个新的名字了 既然是神灵圣火 和地炎融合在一起的新火焰 那就叫它神灵地炎火吧 看着手中 这比起当初的地炎 还要强横不少的神灵地炎火 硝烟内心可谓是极其的兴奋 不仅仅是因为 在这个世界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修炼之路 而且还因为有着焚厥的加持 自己也拥有了 和大千世界群雄一较高低的资格